而在端午节的时候呢 香包其实呢 趁着现在新流感也有新的功能 有专家教民众在家里DIY 那么制造号称是可以抗流感的香包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香包是端午节不能少的东西 但由于流感疫情发烧 就有专家利用中药材制制了一种流感香包 让民众可以随身携带 达到预防的效果 桌上摆的七种中药材 全都是要制制抗流感香包的材料 把这些中药材磨成细粉 马上传来阵阵香气 装入透气袋中 就能成为自制的抗流感香包 植物的精油 它需要把它磨成粉才容易散发 另外的话呢 磨成粉以后呢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香包 它可以一部分的粉末可以散发出去 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这个小小的抗流感香包 放在包包中随身携带 中药材散发出来的精油 不仅能杀菌又能预防流感 抗流感香包要再加DIY很简单 只要用10克的薄荷 心仪 大茴香 白胡椒 干姜等中药材 来达到杀菌的效果 而肉桂则是增强免疫力 板蓝根则是有辟邪的作用 全球H1N1流感发烧 专家教民众如何在家用中药材 自制抗流感香包 端午节碰上流感 香包多了一种不同的功能 中天新闻公寓的叶佳文台中采访报导